也会经济于NEM在整个中国的币圈子里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名词 那么这个呢,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我们NEM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NEM全球 也就是日本、美国、新加坡、欧洲和澳大利亚这些区域的市场开拓上 而我们这一次也是NEM的团队 包括我们NEM中文社区第一次有幸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跟我们的这些同行和前辈们一起来做一个交流 NEM新金币的介绍、技术驱动的新季季浪潮 就是我今天的演讲的主题 我大概会分六个维度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金币和我们NEMFoundation 也就是基金会的一个情况 NEM新金币呢,具有命名空间、多重签名、POI算法、 易用性及可达性等等的这些重要的元素 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可能相对于刚刚那位同僚和同事会有一个不同的风格 就是可能那个扩盈的CEO他会比较相对务虚一点 然后讲的很多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就是能够理解到他至存高远 那我们其实新金是一个比较新比较年轻的组织 我们这个币种也是14年才成立的 所以我希望在这次的演讲中能给大家呈现的更多的东西是比较脚踏实地的 比较技术向的一些干货的东西 新金币呢,是新经济运动组织发起的货币大大号 NEM的核心是POI算法 我们是首个在区块链层面实现了多重签名的这么一个数字货币组织 NEM的多重签名在客户端中的实现保证了我们全球大大小小24项的开发和社区基金 严格遵循了程序正义的有序管理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在一个共同愿景下的两个产品 可能有人要问了NEM的愿景是什么 NEM的愿景跟在座诸位的愿景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是希望区块链行业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 能够为我们的社会的进步带来一些福祉 这些东西具体在NEM的币种上体现为两个产品 一个是NEM的公有链 NEM新金币产品 公有链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是公共区块链平台 在平台上面任何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账户和命名空间 发布自己的链上资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马赛克 那NEM的公有链上的 大家最熟知的一种资产应该就是XEM XEM作为数字货币的话 目前全球的市值应该是已经达到了前五的水平 也是非常荣幸能够得到整个圈子的认可 能够有这么现代的这么一个位置 NEM的私有链 迷逊是一个基于NEM引擎的私有区块链产品 它使用了和NEM公有链同样的API 由科技局诸事会社和NEM社区的核心研发者共同开发 用了同一套的核心算法叫做投石车 那这里的话我可能多讲一下我们NEM的技术研发团队 因为我今天站在这里 大家看可能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那我作为中国区的这么一个角色 在这里跟大家沟通 其实是想传达的是我们NEM全球的一个形象 我们目前的研发团队 主要是以日本 美国 德国 澳大利亚和新加坡 这些地方的研发人员为主 那迷逊的私有链产品 是基于日本的科技局诸事会社 来做的一套私有链的产品 它的目前的下一代的性能能达到5000TPS 所以是一个非常高性能的这么一个产品 NEM的特性介绍 命名空间和马赛克 这个相信大家很多人可能已经熟悉 跟它类似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叫Token的东西 命名空间是企业用户 可以在NEM链上发布的一种 自主的主欲 在自主的主欲下 你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紫命名空间 并且在紫命名空间上发布各种各样的马赛克 也就是我们的链上资产 而这些马赛克正是我们新金币 所能够从事账户管理 从事跨境贸易 从事企业金融等等一系列的 不同的社会职能的一个基础 多重签名2.0的系统是NEM的核心层通告 可能有其他的货币也在货币的外围和应用层 实现了多重签名的功能 但是对于我们NEM而言 我们的多重签名是实现在区块链的核心层的 所以这个的话就导致我们多重签名的稳定性和应用性是很强的 同时我们发布的钱包也都是支持这个2.0的多重签名和马赛克 以及命名空间等等的这些特性的 接下来要讲到的一个是安全性和账户保护 NEM它在360块后完全不可变的特性 使得POW和POS的区块链长期存在的一种 女巫入侵的可能性成为了过去 因为我们POI算法其实是想获得51%的重要性 是几乎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后面也会讲到 那NEM使用的这个AgenTrust的算法很有意思 其实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一套算法 它用于评估NEM节点中的网络中的节点质量 然后提出不健康的低身量 低身量节点 然后来保证一个区块链的健壮性 另外的几项重要的特性 分别是可达性 易用性和伪多收获 什么是可达性呢 NEM它是一个轻量级的数字货币 数字资产的这么一套区块链的系统 它可以在仅仅的几秒钟内就安装完成 并且开启使用 连接远程节点之后 本地的钱包和APP并不需要同步整个区块链的资产 就能开始交易 相信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那个B2展位 已经就是完成了一些这个NEM的交易 购买了一些NEM的资产 那我们的转账受制于我们的易用性 就是极短的块时间 我们迷信的私有链的块时间是15秒 然后NEM的公有链的块时间是一分钟 也就是说任何一笔转账交易 在一个块时间内 也就是一分钟之内就可以迅速地完成 这个是我们NEM易用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我们已经发布了NCC Done Wallet 在Windows、Mac和Linux这三个系统中均兼容 并且我们也发布了iOS和安卓的移动APP 这些应用和APP 都是支持我们的链上资产 马赛克和命名空间的 下面要讲的这个委托收获 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功能 它是我们对私钥管理做出的一个创新的尝试 也就是说任何的NEM的用户 在持有了一定的NEM货币XEM的时间之后 它均可以在我们的网络系统中进行委托收获 那远程委托收获的时候 我们会把委托私钥放在远程的服务器上 这样即便远程委托收获的这个服务器被攻陷了 那可能攻陷委托服务器的那个人 他拿到的也是我们的委托私钥 对用户的私钥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可能刚才讲的就是我们NEM的一些特性 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可能比较相对来说 听的较少的一点的名词 叫POI算法 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全世界排名前五的 或者是排名前十的数字货币 大多用的都是POW算法 POW算法的好处是说 因为数字货币的获取 有一个相应的电费和人工 以及服务器费用的支出成本 所以在随着数字货币的获取难度 越来越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数字货币的获取的成本越来越高 它肯定有一个锚点 会推升数字货币的价格 对于NEM来说 我们并不存在这样的一种特性 我们使用的POI算法 其实是一个眼镜板的POS的算法 我们同时考虑到了 节点所持有的数字货币 以及持有数字货币的时间 和节点在整个网络中 对整个NEM网络的贡献 然后通过共识算法 然后计算出每一个节点 在网络中不同的POI的值 从而来分配节点中产生的新块 所以对于NEM来说 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特性 就是节能环保 因为我们并不依靠算力 来挖矿 可能我们也并不会需要矿机 或者是这些东西 这个是可能比较我们 区别于其他的主要的数字货币的 一个特性之一 对于NEM的工友链的几个重大特性 一个是轻量化 一个是低能耗 一个是安全性高 这里再展开讲一下 那个马赛克和我们的命名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NEM 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NEM 其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货币 正是因为我们在NEM上 能够定义命名空间 在命名空间中 我们能够定义诸多的马赛克 所以就导致了NEM 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场景 比如说如果是沃尔玛超市 它创造了一个命名空间 叫沃尔玛超市的话 它可以在命名空间下创建 诸如肉类 饮料 服装等等的子命名空间 在各个子命名空间中 它可以创造子马赛克 比如说鸡肉可能是一种马赛克 然后猪肉可能是一种马赛克 那这样的话 链上的资产的自定义 也可以通过命名空间 和马赛克的形式来实现 在引入了马赛克的功能后 不论是商品 票据 产权 还是证书 都可以在保证 属主权益的框架下 可流通 可分解 并且可自定义 它的真费特性 Apostelia是我们基于NEM的 公有链的API实现的一套公正系统 可以用于博物馆的展品的公正 可以用于一些奢侈品的公正 那具体的我就不展开讲了 它的技术细节呢 是使用哈希值和公钥 生成一个证书 那这个证书 附在那个PDF或者Word的文件上 就相当于对这个文件 进行了一次公正 经过Apostelia公正过的文件 具有不可创改性 然后具有这个可追述性 具有可更新性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套很好的系统 我们也可以看一个它的具体的应用 Lux Tag是我们在境外的一个子公司 一个生态链的公司 它去开发的一套基于Apostelia的产品 Lux Tag呢 它是用于奢侈品认证管理的 这么一个应用 属于我们NEM周边的一套 一个生态的公司 它具有什么特点呢 Lux Tag使用了Apostelia的那个内核 然后它具有可更新 可追溯的数字化系统 用于防伪和在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内 追踪产品的收护的情况 比如说一件这个名表 由我送给了在座某一位 那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名表 所对应的区块链上去记录 这个赠送的行为 包括后续的维修 包括这个表的任何的更新和返场 都可以在这个上面进行记录 它同时具有便利和不可篡改的 数度变更这样的一个特性 它使用联名账户的形式 可以完成奢侈品资产 从一个账户到另一个账户的转移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 我们其实已经受到了 国家互联网中心的一个认可 就是根据国家互联网中心 发布的一个白皮书 NEM的每千行漏洞数仅仅为十个 是零高位漏洞的这么一个币种 是非常安全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可能后面讲快一点 NEM的私有链具有企业级性能 灵活部署和安全可靠的特性 NEM私有链 目前有几个主要的应用的场景 一个是日本的日历公司 它的Point Infinity产品 采用了NEM的私有链技术 完成了内网的员工管理 还有一个就是 位于马来西亚的Ecobeat的项目 它基于NEM的私有链技术 完成了环保代币的资产 把整个马来西亚几百公顷的 这个森林做成了一个数字代币 这个数字代币的话 可以去象征着一个环保的 这么一个工艺的事业 以州政府为这个 碳排放权为保障 积极参与环保事业 Alala是那个日本领先的信息辅助商 它参与了迷晋区块链技术的核心开发 是一家基础实力非常非常雄厚的公司 也是我们迷晋的这个主要的开发者之一 最后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那个NEM.IO的一个全球团队的情况 NEM.IO Foundation是NEM的全球基金会 总部是在新加坡 基金会的主席是黄伦先生 副主席是Jeff McDonnell的先生 这两位的话其实很可惜 如果他们的时间能调开的话 今天应该是他们站在这个讲台上 所以我其实是带着他们的使命过来 来见成都的诸位 然后也希望能把我们NEM的一个美好的愿景 传递给诸位 我们全球基金会的秘书长Roner李先生 其实今天已经到场了 他可能这会儿正在B2展位 如果会后有一些人想去跟他交流的话 可以去B2展位 那我们的日本区总监 潮山桂申先生 是科技局出事会社的社长 也是我们日本区的NEM社区的主力 我们NEM基金会总部位于新加坡 分支机构是遍布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欧洲 澳大利亚和东南亚 NEM因为是一种总量恒定的货币 其实我们在发行之初就已经规定了NEM的总量 所以在后续并没有挖矿的这个说法 只是有POI的算法来保证新块的分配 是非常公平合理的分配到所有的系统节点上 可能比如说我持有了一个节点 节点里面有2万或者5万的货币 持有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会分配到一个零点几的这么一个POI的选中 那万分之零点几的这个POI的选中 就可以harvest到一定的这个新块 也就是我们系统能力的交易费用 所以这个是非常公平的一套算法 它其实是不依赖算力 然后比较环保的这么一套算法 OK 这块投资价值的话 我可能就略过了 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在境外的P网 跟那个ZEF交易所的交易量是最大的 如果大家不要关心国内的话 目前是在比特时代跟Bitter 是可以进行NEM对人民币的交易的 后续的话我们也非常希望 国内有一些大的交易所和前辈们 能够关注到我们 然后能够认可我们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国内的其他交易所 可以把我们的币挂上来 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NEM大师纪 那我们2014年的话是团队创立 这个计划发布 全球平等的1500人入股招募结束 15年正式版本发布 一周内首发自大交易所 NEM的区块链 自由区块链迷讯项目立项 获得6.7亿日元的风投 那NEM的纳米钱包是2016年发布的 支持创新的马赛克自然系统 二代的架构核心投石车发布 2017年的话 NEM房内信注册成立 上海能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NEM的总市值 越居全球第四 当然可能最近跌了一点 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